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咱们已经学过的获取元素节点的方法 咱们已经学了好几种获取元素节点的方法 那么这几种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谁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通过ID的获取 它的函数是document.r getElementById去获取元素节点 第二个是通过tagName去获取 它是node.r getElementElementsByTakeName去获取 好,第三个是通过name的去获取 在这呢它是document.r getElementElementsByName 第四个方法是通过className去获取的 在这它是document.r getElementsByClassName 好,那么我们在使用这四个方法的时候 会发现的上述这几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函数太长了 并且我们使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分装函数来完成 我们可以通过分装函数来简化上述的操作 好,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想获取元素节点 它一共有四种方式 我们能不能分装一个函数 然后呢,可以拥有上述几种获取元素节点的功能呢 答案是可以的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获取呢 在这呢我们能想这么一个法子 那么在CSS里面的有一个选择器的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SS选择器的这个机制呢 迅速的去给我当前页面上的某一个 某一个元素节点去设置样式 或者呢给某一批元素节点去设置样式 那么同样的我可以通过这个CSS选择器的原理呢 去选择对应的元素节点 那你比如说啊 如果呢我传的是一个警号ID的话 那么它当前的功能就是通过这个ID 获取这个元素节点 好,那么同理如果我传的是.class的话 那么在这呢我呢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class name 然后呢获取这个对应的元素节点 好,那么同理如果我传的是.class name 的话我的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class name 获取这个元素节点 那么同理如果我传的是. name 等于 什么什么的吧 我的是想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name 来获取这个元素节点 那么我们呢就一起的通过啊 传入不同的这个租资串啊 也就是传入不同的 类似于CSS选择器的这个租资串呢 实现不同的功能 OK,那么这个函数呢为了简编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叫做dollar 就OK了 好,那么 我们在 学习这个标志幅命名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过咱们的这个 标,咱们的这个变量名和这个函数名呢 可以呢通过这个 设计字母下滑线跟道乐符号的去命名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由于呢在这呢 它的这个数据啊 传什么 我们不确定 所以在这这个变量呢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vagen去代替就OK了 好,那么首先 我要对这几个参数呢进行区分 进行区分 我要区分它传入的到底是哪一种选择器 那么怎么去区分呢 从这个字面上来下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呢通过它的这个 第一个字母呢去进行区分 好,那么在这呢 我们写一个switch switch我当前传入参数的第零个字符 那么如果它是警号的话 那么说明呢 它当前要选择的元素是id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retend document.getelementbyid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注意啊 咱们传入的这个字符块呢是 警号id 是警号id 那么最终我在获取的时候 在这传的应该是id啊 所以呢我应该把这个警号子给处理掉 在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字符串提取的方法叫做sup sup 然后呢从1开始提取 如果我末尾不传的话 它会直接提取到末尾 啊 将这个字符串呢给提取进来 这呢是我们的id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点 如果是点的话 说明它当前呢是class name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class name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过 像这个class name呢 它啊 在安逸浏览器上呢 它是不兼容的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 我们对于class name呢 是分装了一个方法的去解决它的这个兼容性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同样我们避免啊 有这个浏览器兼容性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呢也是 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呢我返回element by class name 其中第一个参数呢我传document 第二个参数呢传我当前这个变量啊 注意一定要把它排头的这个点呢给去掉 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的class name 好 那么这呢是其中的两种 啊然后呢 default的这个部分呢就剩谁了 就剩咱们这个tag name和name 那么 如何呢去区别这两种东西呢 不管我们这个name后面的这个值是谁 那么它前面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name等于 那么前面一共有多少个字母呢 0 1 2 3 4 一共有5个字母啊 1 2 3 4 5 一共是5个字母 那么我们可以呢干什么呢 在这呢对啊参数的前5个 字符呢进行判断 然后呢先将这个字符呢给取出来 在这呢应该等于vr这一点sup stream 从0开始去提取 提取到5 也就是0到4 一共5个字符 提取出来之后呢我们判断当前这个字符块 它是否等于name等于 如果等于的话说明它当前的是name 那么如果是内容的话 我们最终呢返回什么呢 document.get elements by name 好 那么同样的要注意啊 咱们最终 啊 在 传参的时候 它呢应该将前面的name等于给去掉 那么它要从这个下标5开始接取到结尾 否则的话 它呢是 tag name 好 那么对于tag name呢很简单 我们呢就直接调用这个elements by tag name 然后将参数给它传递就ok了 那么这呢就是我们最终分装好的一个标准函数 好 那么我们分装好以后呢 啊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去调用一下它 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调用一下它 看一下它是否正确 我们呢 在当前面上呢有一个window.unload的函数 啊 然后来判断一下我们当前获取到远送的是否正确 啊 那你比如说我这儿呢有dav id等于dav1 里面的是 1 有dav class等于books 它里面是 2 有dav class等于books 它里面是3 好 然后呢 还有dav 它的name等于hello 它呢是4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d它是否正确 那么在这儿注意 我呢要通过这个css选择器的方式去传 所以在这儿呢应该是$-1 那么我们呢输出一下它的这个银银HML 看一下呢是否正确啊 在这儿呢输出一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确实呢选择到了这个两次节点 这个呢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lass name 啊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通过这个$ 然后呢 注意它的选择呢是$-focus 我先来输出一下它的这个lens 一共两个啊 从数量上来看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值是否正确 我们呢去输出其中第二个元素它的一个名面 HML 那么最终输出的结果是3 确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g name 在这儿呢 我们去输出当前页面上所有dav它的lens 那么它最终输出的结果是4 确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name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传的参数是name等于hello 那name等于hello 那么 同样我们呢 取出其中的这个第0个 然后呢输出它的HTML 那么它呢是4 没有问题 好 同样呢我给你呢输出一下它 查找到的元素的个数 然后从过简论数去输出一下 一个没有问题 那么这呢是我们获取元素结解 最终的一个函数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啊 咱们之前呢有去分装过一个 方法叫做tot.js 那么咱们呢今天呢把它烤在咱们的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在这个tot.js里面呢我们再去给它新增 一些函数啊 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包括什么呢 包括咱们选择元素节点的Dollar函数啊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 刚刚呢获取当前样式的Gas掉方法 那么以后呢如果呢大家呢再想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了直接把我这个tot.js呢 拧入进来直接掉这些RG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呢是我们今天的 好